据环球网9月1日报道称 就印方发表声明称 中印军方连续两晚发生新冲突仪式 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校 8月31日发表谈话表示 当天印方破坏前期双方多层级会谈会晤达成的共识 在班公湖南岸热亲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线战控 公然挑衅造成边境局势紧张 对此中国专家分析认为 此次冲突的是非居直非常明了 印军再次非法越线进行战控 无非是想通过开辟新的对峙点 图谋在与中方的谈判中多一点筹码 但从目前新闻披露的情形看 中印双方在新冲突事件中没有发生伤亡 表明双方均避免争端升级至武装冲突 对此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前锋表示 6月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发生以来 中印双方经过五轮军长级会晤 次次边境事务挫伤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 阴线部队一直保持着沟通 近一个半月以来 双方平均每周都要开会 可现非常重视 当前局势缓和取得了很大进展 双方在多个对峙点脱离接触 但仍有剩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主要集中在班公湖北岸等地区 前锋表示从公开报道来看 此次印方非法越线战控事件中没有发生伤亡 事件发生后 中印一线部队指挥官很快举行了旅长层旗的席会 表明双方虽然存在不小的分歧 但还是维持了两国长期形成 并且近期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共识 即避免争端升级制武装冲突 对于此次冲突 前锋认为事情的是非屈指很清楚 责任不在中方 中方一直严格遵守中印实际控制线 从未擅自越线行动 但印方却不这样认为 在近来判断中坚持不合理的谈判要价 印度在达不到目的之后 再次非法越线进行战控 无非是像通过开辟新的对峙点 多一点谈判筹码 试图在接下来的谈判中 有更多的牌可打 前锋介绍 印度此次非法越线战控 多少暴露了印方目前的心态 印方希望通过谈判 尽快解决对峙 中方也是一样 毕竟对峙问题越早解决越好 但两国应通过平等协商 寻求公平合理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可现在印度试图通过在当地留住重兵 摆出一副与中方耗下去的姿态 想压中方在谈判中让步 随着时间推移 印度越来越有些着急 现在印度国内疫情非常严重 经济又不景气 又要对边境高海拔地区增派兵力 增拨大量预备过冬的军需物资 对印军方后勤补给 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想见 再继续坚持下去 还必将削弱印军应对 其他战略方向的资源和能力 再继续坚持下去的军需物资源和能力 更加高海拔地区增派兵力量